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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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零五年六月十三日晚上 澳門校環內港天空 星光一一 鮮星海在一湖水上人家誕生了 外公和母親 時尚對他哼唱粵語歌謠 鼎硬上 鬼叫你窮呀 鼎硬上 鬼叫你窮呀 這首在苦力階層全唱的歌謠 涵養了鮮星海的心智 伴隨著他的成長 鮮星海六歲的時候 外公過了身 母親帶他離開澳門 到新加坡另謀生計 鮮星海進入新加坡養政學校 做工讀生 並開始學習管樂 一九二一年 他回到廣州升學 為追求專業的音樂教育 他先後前往北京、上海求學 但因政策問題 無奈中斷 國內的逆境 阻擋不到鮮星海對理想的追求 一九二九年 他遠赴法國勤工劍學 善後於巴黎聖詠學院 巴黎國立音樂學院 學習作曲和指揮 一九三五年 鮮星海畢業 滿懷抱負回國 一九三七年 日本開始全面侵亡 鮮星海對祖國的危難感同身受 他偽然加入上海畫劇界救忙協會 戰士移動演劇第二隊 創作大量救忙歌曲 冒著戰火到各地宣傳抗日 第二年 鮮星海收到 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邀請 前往延安教學 在延安的生活 深刻地啟發了鮮星海的思想 激發了他的鬥志和熱情 一九三九年 他在延安的搖動中 六日六夜不眠不休地 創作了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氣壯山河》 唱出了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精神 唱出了保衛祖國的堅強信念 很快地傳遍了整個中國 一九四零年 鮮星海獲派往蘇聯 為紀錄片《延安與百魯軍》配樂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炮火燒煙、交通中團 鮮星海無法歸向 在國外 長期的困苦和磨爛激倒了他 他在醫院寫下最後一部作品 《中國狂想曲》 寄託著對祖國和親人的深深思念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 鮮星海在莫斯科病逝 鮮星海一生創作了大量的音樂作品 他的作品全唱至今 廣授人民的喜愛 這位人民音樂家的音樂和精神 將永遠傳承下去